喜韵专家告诉你,胚胎实验室是生命的来源 但卵子、精子和胚胎都十分脆弱 它们对空气质量、温度、湿度、渗透压等条件都十分敏感 任何纤细的改动都可能对它们造成不可逆的危害 直接影响试管婴儿成功率 下面由喜韵来介绍一下美国试管的养囊技术 一、实验室设备 美国试管养囊技术的实验室 拥有设备完善的空气净化与恒温恒湿系统 并设置千级层流净化系统 较无菌手术室的层流还要高一个等级 此外,在实验室内和全部与胚子胚胎相关的设备内度安装有空气净化设备 用来抵御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悬浮颗粒物的危害 胚子和胚胎体外操作时都是在百级层流净化 净化等级最高的IDF作业站内进行的 胚胎实验室365天都坚持在一个恒温恒湿 没有污染的情况中 给予胚胎360度的全方位呵护 2.封闭式玻璃化冷冻系统来保存胚胎和卵子 美国试管的养囊技术 全部的胚胎和卵子都会运用封闭式玻璃化冷冻系统 来避免样本的污染和确保长时间储存的安全 3.低温玻璃化冷冻法 CVM 低温玻璃化冷冻盒是特别为冷冻样本而准备 它运用简单可靠的方法来冷冻样本 并避免样本直接接触液氮 封闭式玻璃化冷冻系统 也可以确保样本在储存的时候避免接触液氮 该系统可提供玻璃化冷冻所需的超快速冷却 同时可提供样本复苏时的超快速升温 4.无热超声焊接 在胚胎和卵子置入玻璃化冷冻管后 会运用无热超声焊接机来进行安全的封存 这意味着在对冷冻管进行密封时 没有热量传导 确保胚胎和卵子的安全 无热超声焊接机在冷冻储存精子时也会运用 5.无封闭式精子冷冻系统控制冷冻率 美国试管的养囊技术 全部精子都会运用封闭式冷冻系统 精子冷冻管会被密封起来 这个系统的运用可避免样本的污染和确保长时间储存的安全 6.精子冷冻控制系统 低温冷冻控制系统是精确可靠的控制率冷冻机 专为冷冻精子而设计 运用冷冻防护剂 避免在冷冻过程中对精子的危害 并使精子置入特别的设计的冷冻管中 用无热超声焊接机密封放入冷冻室中冷冻 再冷冻室中的精子在冷冻过程中 保持在安稳的环境温度中 一旦冷冻 这些精子冷冻管就被放入液氮罐内长时间保存 运用专门为冷冻精子而设计的程序 以达到最佳的精子复苏率和成功率 7.胚胎实验室报警系统 除了操作的时间 胚胎在体外待得最多的就是培养箱 培养箱就好比是一个体外的子宫 是孕育生命的摇篮 实验室首先要确保的就是保持温度湿度及其内部的气体浓度 确保胚胎的生长发育环境的安稳 该设备有胚胎实验室报警系统 如温度 湿度 气体浓度或其他条件一旦发生改动 自动报警系统会自动呼叫胚胎实验室作业人员 保证24小时的监控 喜运生育团队运用专业的设备 精湛的技术为您的胚胎保驾护航 尽早好运